在替堂遇见了你 我就知道 你与他人不一般 花旦演员朱胜利身穿现代时装 却手持传统配件在台上唱着金剧 诉说着红服女的内心世界 这是今年小剧场《大梦想》中 由狂想剧场带来的作品《夜奔》 巧妙融合了红服女跟林冲的古典夜奔故事 导演廖俊凯将时空转换到现代 对照生命中遭遇出走的情境时 男性跟女性将会如何选择 男性跟女性的主动跟被动性之间 主动跟被动出走的理由是非常不同的 所以就把这两个角色的精神放到现代来 然后来对照我们现代人的一些状况 迈入第三年的小剧场《大梦想》 今年着重在多元剧种的融合实验 国光剧团今年跟非人集社导演石佩玉合作 以藕当成媒介推出作品换戏 结合了金剧 悬丝傀儡跟光影等元素 呈现出人为之间的动人情感 主要用到一些光影的叙事 然后以及把玄师偶这样子的偶形 是做拆解 也就是说愿意要训练金剧的人去操偶 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但要操偶的人来演金剧 那更是不可能 对 所以我们取了一个责重的方式 就是让用光影 反正是用光影去拆解掉原来偶的样子 那同时我们也处理让金剧演员来演偶 对 而不是让他们去操偶 对 所以等于是用了一些 现在偶式的一个拆解 或比较拼贴的手法 来表达这次的故事 因为金剧演员他的 从小训练的这个累积 是有诚实的 也就是说他 你高他一个目标 他可以A加B加C 或是跳街加给你 对 可是现在你要跟他说 你不能这么流利 这么漂亮 这么圆 你必须要像偶 也就是所谓的不协调 那这个东西在跟演员沟通上面 就花了蛮多的时间 文和传奇戏剧团的作品《戴战》 是集编导演于一生的 李东俊半自传作品 融合了客家戏 金剧跟歌仔戏等不同剧种 威威到来他的学戏过程 他还将反串《戴战公主》 传递对母亲的思念 《戴战》就会让我想起妈妈的一些 就是伤心的过往也好 或者是一些遗憾也好 那有一段自白是对妈妈的死亡这件事情 做陈述 或是做一些心理的一种自省 那一段其实是最痛苦的 因为一个原因要把自己最伤痛的东西挖出来 表演给观众的时候 其实第一次读本的时候 我根本排不下去 因为读到那个伤心错我就会哽咽 那因为跟妈妈一直有梦想 那因为妈妈过世了以后 梦想不能达成 那明明之中好像妈妈 我好像在演妈妈的角色的时候 好像就会感觉到一种享受 觉得好像跟妈妈一起同台 好像去达成我们未达成的梦想 以金剧为本跟其他剧种融合 小剧场《大梦想》在实验中 撞击出了多元的戏剧火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